在雲端白板裡面,教育論壇 每次上課的內容,我們把它錄下來,放在這個論壇裡面 那今天的話呢,等於是第...應該是第四次吧 123,OK,那上個禮拜第三次上課 那主要我們就是針對從106一直到208 OK,我們講了... 123,123,127,OK 那這幾題的話,如果考試的時候呢,當然它一類就考一題 也就是說你要能夠看到題目,馬上反映出 就是你到底要怎麼樣把那個題目的程式給寫出來 而且除了要能夠寫的是正確之外,當然速度可能也要要求一下 OK,所以題目部分除了你可以看書上的這個部分之外的話 另外的話,你可以從雲端上面 證照考試的第二類部分 上禮拜第二類 那我們第二類的話呢,除了講到有關... 第二類主要是相關的判斷,怎麼樣做一些...用以符,L以符,然後在L去做相關的判斷 比如說像倍數的判斷,判斷它能不能被3或5給整除 OK,那你要很快的...這裡面當然會有總共有幾種判斷方... 判斷的需求,一個是5的倍數,3的倍數 然後呢... 不是3或5的倍數 還有呢,最後一種是... 這個3或5的倍數,總共會有4種邏輯判斷 你要怎麼樣快速的把這個程式給寫出來 其他的話,還有加點乘除 這個除除,還有那個百分比 其他等級的判斷,ABC不是D,F不及格 那還有就是說呢,10禁位換算,如果你輸入0到9,那就不變 可是如果你輸入的是10的話,就變A 11變成B,那最多到16,因為10禁位轉換成16禁位的話 那最多是F,也就是說,邏輯判斷就A到F 如果它的這個數字,假如是0到9,那就不改 那如果是10到16的話,那你就必須要把它做一個轉換 那今天的話呢,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210這一題 那210這一題的話,主要是 它題目裡面也有一些相關說明 其實到考試的時候呢,它會給你這個相關的題目 而且會給你最後的這個範例,輸入範例 那當然如果你輸入之後,看到結果是符合範例需求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已經大概對了一半了 不過還有一個細節啦,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210這一題,它主要是什麼?它有相關敘述 它說,第一個輸入說明,一定要輸入所謂的三個整數,正整數 如果呢,它可以組成這個一個三角形 那就把周長,也就把A加B加C輸出 那反之的話呢,你就要print這個 這個就是,不是一個三角形 等於是,是就把周長輸出 不是就輸出,它不是一個三角形 那當然呢,這很簡單,所以if else 那怎麼知道說呢,是不是能夠是一個三角形 那其實它這邊有一個提示啦 其實這個提示的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要下的判斷式 那這個判斷式的話呢,就是什麼? 任兩邊的邊長的總和 如果一定要大於,怎麼樣?第三邊 也就是A加B一定要大於C 然後A加C一定要大於B 然後B加C一定要大於A,反正就三邊嘛 所以,也就是說你要做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完之後,如果是 那表示它是三角形,就輸出這個A加B加C的結果 反之,不過以這一題來看好了 比如說5加6,那11 11的話呢,比第三邊還要來個小 所以它基本上應該沒辦法做 畫出一個三角形 那如果像這個是 三邊,相加好像都大於第三邊 所以輸出3 如果程式RUN的話,當然第一個啦 程式非常簡短,總共的話 基本上就只有7行 我輸出給各位看 那最好我是建議啦,如果你要練習的話 做完之後的話呢 如果按照這個範例 給的這些 這些資料 如果你RUN完之後,結果跟它一模一樣的話 它表示是OK 5,Enter 6,Enter 13,Enter 我看一下會不會OK 對,沒錯 那另外底下是輸入3個1 1,Enter 第一邊 A B B C 3 3 那就把什麼 把A加B加C 周長部分呢 把它做輸出 那程式呢 該如何撰寫 這也非常簡單 這題其實 很特別去背它 第一個的話呢 當然我們輸入的時候呢 一樣 這邊需要一個input 那input的話呢 一樣是 會是自竄 所以你輸入1的話 它一定是1的自竄 那一樣要轉型 轉型之後的話 得到就是整數的1 整數的B 整數 等於是1 這個也是1 這個也是1 假設底下的這個範例 那我們怎麼判斷說它是不是 一個 這個三角形 那我剛講過 A加B 是不是大於C 如果4的話呢 OK 那就一個條件 條件2的話 所以 而且 不能說或 OK 而且 A加C大於B 而且 B加C大於A 就這三個條件 一定要中間加end 你不能加偶 如果加偶 都不對 因為偶的話 變成說其中一個為True 那這個邏輯就為True 不對啊 因為 如果 其中有一邊 其中有兩邊加起來的 加總 沒有大於第三邊的話 那就不是一個3 所以 一定要是end 這關鍵的地方end 一定要end 然後呢 最後再把結果 A加 B加C的結果 把它拼得出來 那反之的話呢 那你就輸出什麼 它要我們輸出一個叫 這個invalid 就是它不是 一個 三角形 OK 把它做出 而且這一點還蠻容易的 主要是做一個邏輯判斷 而且是兩重的邏輯判斷 OK啊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這個第210的題目 那210題目做完之後的話 請各位待會再看一下 第三類部分 那第三類部分的話主要要做哪些動作呢 其實就是所謂的回圈敘述 那回圈敘述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在城市裡面 啊 最非常經常被使用 非常經常被使用 主要就是要解決所謂的重複處理的事情 重複性的事情 那一般如果你要達到那個 資料的自動化 你一定要學會 所謂的回圈 那回圈剛好是 我們最討厭的 人力來做的話 人工來做是最討厭重複做 可是如果你學會 用回圈來做的話 那你就可以很多事情就 自動就全部做完了 OK所以工作裡面還蠻多事情 都會 寫個回圈 全部都幫我們處理完畢了 那中間的也許回圈裡面呢 可能會 需要加什麼呢 加個邏輯判斷 像剛剛的這個選擇敘述有沒有 就會把它加在回圈裡面 反正呢你先幫我跑第一筆資料 來檢查一下 這個資料是不是比如一個三角形 那第二個資料是不是也是三角形 每一個每一個每一個檢查 那剛剛呢我們做的第二類 實際上缺了那個 回圈敘述的話 他就感覺威力太小 為什麼 你每執行玩一次 你還要再去執行第二次 他才有辦法run 可是如果有回圈的話 他可以讓你不斷跑 比如說你有大量資料 你就把它讀進 有一個檔案 或者是爬網路資料 或者是說從資料庫 來很多資料 那你總不可能說 我每 一筆資料 我就執行一次 一筆資料 那不是每天都在按執行就好了 如果你不是 希望這樣的話 特別需要 你一定要把所有的回圈敘述 這個 好好的學習 或者我覺得城市裡面 最不好學的 其實也是回圈 其實有時候 如果城市 你能夠可以跨過那個回圈的門檻 其實以後城市大概就學 學會了一大半 很多人卡住在門檻 卡住在回圈 回圈 分成 兩種回圈 一個叫Four回圈 一個叫Four回圈 最大的差異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 假如說你是有個範圍的 那你就用Four回圈 固定範圍 比如說我已經知道說 我的資料是從第一筆到 第100筆 我知道我有100筆資料 那我就 Four I in range 我這個range 大概就1到100 跟他講一下 你就幫我把 1到100筆資料 幫我把它跑完 跑完他就結束了 但是如果有一種情況 我不太確定說 我到底我的筆數 是到哪裡 我只知道說 一直幫我把資料讀取 讀取到沒有為止 你就不要 就不要再 再做 這個時候 你就不能用Four回圈了 你就只能用 Four回圈 所以Four回圈 通常是有範圍性的 Four回圈通常是沒有範圍性的 OK 至於說要怎麼去 使用這兩個回圈 用在我們實際上工作上 或者是 證照考試題目 請各位先把 這個 110先完成 待會的話 看一下 這個 這個回圈的部分 我們會 再利用雲端白板 雲端白板裡面有一些範例 雲端白板裡面的第三個單元 回圈 資料結構 與 制定函數 這個單元的講義 你就把它打開一下 比如說待會的話 我們會 舉一些 實際的案例 比如說我希望 幫我把 1加到99做輸出的話 可不可以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切一下